好我們要準備開始上課 好各位親愛同學大家晚安 歡迎大家來上我們這個經濟法規的第二堂課 那我們那一堂是上禮拜 這禮拜這禮拜前天而已 那我們上的課是在簡介這個經濟相關法規概要 我們會用五堂課再加上一堂的這個總複習的部分 然後我們談了這個經濟相關法規概要 他考的範圍還有他的一些命題大綱 那我們直接進入了這個經濟業管理條例 跟他的私信息者 那天講到的第四章的那個業務責任對不對 所以第四章業務責任我們有全部都寫在黑板上面 而且我們有去分析去分析哪些是業 哪些是人員或哪些也兼具是業跟人員 甚至他還會搭配這個處罰的規定一起處罰 那這十個分別內容在這個從大概在第21頁一直到第31頁 有印象嗎 第21頁寫到的第一個叫做證照跟文件的揭示 以及標明的規定 我們有講4加1 這四個包含了這個許可文件跟公會會員證書 跟經濟人證書 以及報酬標準跟收取方式 其實那個第四個的話 那個代銷業是不適用 那第五個是加盟的標明 加盟在私信息者有講到一些廣告 名片還有四招的一些標明 包含加盟證書跟加盟字樣 那這個也有搭配到業的處罰 然後第二個部分蠻重要的 叫做禁止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 那這裡面包含了這個業跟人員 那這個違反的效果是 以收取的差價是加計利息後 加倍返還 然後最重要要搭配到29 那天有特別講到 我們那天有講到好像四條的法則 從29、30、31到32 我們這四條是主要的規定 這裡面當然我今天黑板多寫的包含 有些是行政法 然後另外32條的連續的部分 我們那天有交到那個擅自營業 幾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多少 10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之法金 我們接下來看到第三個 第三個是蠻重要 是有關於廣告的這個時機 中介業的廣告時機 以及廣告的這個真實 否則就會有這個損害培養責任 當然在廣告上面 它廣告 廣告要註明什麼經濟業的什麼名稱 廣告違反規定的話罰的就比較重了 還記得嗎 如果業的話就是從六萬開始吧 六萬三十萬 那事實上 最近這個平均地權打炒作的 打炒作的一個很重大的一個炒作行為 那裡面有一些也很像 那事實上我個人認為平均地權還沒有出現的部分 我比較個人的看法 那在公平法來處分 這個機率比較高一點 但是待會我們會談到在公平教育法裡面 針對經濟業的跟這個所謂的公平會的一個權責 廣告的處罰的這個權責分工的部分 在國考考過兩次 接下來看到這個第22條蠻重要的 第22條是有六個文件 經濟業要指派經濟人簽章 還記得嗎 那六個我那時候講的好像六個字對不對 委啊委託啊要邀約啦 訂啊訂金收據 廣這裡記得喔 跟那個二一是不一樣 它是廣告稿 廣告稿 說是什麼說明書 那這說明書我們串到的第23跟24了 因為這說明書包含了它在這裡面規範了它 因記載跟什麼 不得記載事項 我有跟各位強調近五年來 因為那蕭爸爸的17條 非常重視那個什麼 因記載即什麼 不得記載事項 所以蕭爸爸17條 我有先教你們先去看一下 另外還有寫到這個一跟二 就是尾跟腰 什麼也不適用 代效也不適用 接下來就講到說明書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所謂的解說 還有相關的 除了22條講的簽章 這裡面包含23條講的一個叫做 解說前 誰要簽章 委託人 而且交付史 交付史 也就是說這個要把這個 租令跟滿賣契約書交付的時候 交易相對的你要簽章 而且這個契約書也視為不動的契約書的一部分 這就是解說與交付的規定 那天好像上到這裡 是不是 所以這個 接下來我那天好像有特別有跟各位有講到 有一個去年發佈了一個 111年 110年發佈一個叫做連賣的方式 我們翻到這後面的有一個連賣方式 我想其他的書大概沒有寫 在39頁 拿起你的筆來畫一畫 這裡面寫了兩點的規定 要指他寫的是說 這個我們當我們的加盟店 要來接受委託銷售不動產 框起來 您採什麼方式 連賣方式 由另外其他的加盟店 一個電東我們講電東 或者是他的經營人經營者負責人 他有可能多點經營 像我就輔導了非常多的 這個駐商集團或 永慶集團等 他們很多都採取多點經營 多點經營他現在在我們的契約書上面 從簽章到解說 都有他的一些規範 所以他在我們的契約書上面 委託銷售契約書畫線 要載明或用書面方式加以約名下面 第一個 要 第一個 我們剛剛不是在21條 不是說委託後方的刊登廣告跟銷售 有印象嗎 你上上面寫21 再來第二個 不是這個23不是有想說 在執行業務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經紀人員要用不動產說明書來去做什麼 解說而且解說前要經過委託人的簽章 這是在21跟23有名文 所以他直接寫了 如果其中有一家接受了這個委託之後 在另外其他要來採連賣方式 要由其他加盟店也同時來刊登廣告及銷售 增加這個潛脫機會 況起來 因經委託人同意 並且在他的委託銷售契約書有載明 或者用其他書面方式去約名 另外該參與加盟店 該哪些加盟店 著名該分店的名稱 並且這個廣告文宣 那個該分店也要用22條來去做什麼 簽章 畫線以確認這個廣告的責任歸屬 第二點 不是他們有製作一個說明書嗎 他說這個說明書啊 是由原來這個加盟店來製作 那基於跟另外其他加盟店沒有實質委託關係 所以呢在做解說的時候 他可以用兩種方式 第一個 第一個 他可以去借用這個該簽約的加盟店 所製作說明書的框起來正本 或來畫線用複製本來為之 並且在簽訂買賣契約書的時候 24條不是要交付給交易的相對人 就不用再製作什麼 這個不動產什麼說明書 那曾經有一個解釋函也曾經談到說 我們今天跨店成交的話 那那個跨店成交的這買賣契約書 不是剛剛不是有講偽邀訂廣縮器 第六個嗎 這第六個買賣契約書 要由開發店還有銷售店來簽張 雙方都要簽張 開發跟銷售店通通要簽張 因為他們都買賣各有對等的權利義務關係 各也均受有報酬 那當然也要由開發店跟銷售店的經紀人 在買賣契約書上面簽張 那其實剛剛講的第一點跟第二點 尤其他考的機率是很高的 這我也個人認為連賣方式 這個我也蠻有把握 應該在其他的書籍應該沒有出現 只有唯獨在三名版本的出現 好那剛剛好講到解說跟交付 我們再補充到這個地方 我們接下來看到第還翻回來 二十六頁 就沒有寫黑板 因為上次已經寫過了這個 申報登錄資訊還記得嗎 第一點是仲介 來 框起來仲介業務 是不是 經營仲介業務 我們受到居間代理銷售這個 這個租賃的案件 來發現租賃的案件 要在這個簽訂 所以我們講叫定約日的三十日內 要做申報登錄資訊 仲介業真的是很單純 但我國未來 我認為明年新民意產生之後 那個打房的政策 會更加的明確 我國在今年開始 連這個包租代管業的 代管業跟包租 跟轉租案件 那資訊通通透明化了 都要 都要定期 承報資訊 尤其是轉租案件 在這個租賃專法裡面 轉租案件 也要實價登錄 所以未來不是夢 所有租賃案件 大家的財產 租給人家 無所遁形 我個人認為這是趨勢是所在 你租給人家土地 你收了錢 最近還在鬧這個 黃國昌跟陳明文 一模一樣 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都無所遁形的 你的東西出來 不是那個 他是公子人員 才要被爆出來 你們大家的財產 有租給人家的部分 也沒有辦法逃漏稅了 這禮拜最新的新聞 不是在講那個什麼 囤房加重 囤房加重 要用全國歸戶的方式 所以讓你可以猜得到 今年的這個 國考這些 房屋稅條例的 第五條跟第六條 就好好讀一讀 好不好 房屋稅條例的 第五條 房屋稅的稅率 有關於什麼 參考了這個 這個持有戶數 持有戶數 將會持有戶數 將會這個 非自助的使用 或非公益出租使用 將會加重 甚至 他的看法說 怎麼到4.8 好 我跟你講 我看的草案是6% 6% 不是3.6% 是什麼 這個對台北市跟新北市 是好消息 好消息 因為很多人買不起房子 讓這些所謂的這個 房地產 哇 這個供給到市場上來 是好事 不然的話這個有很多的人 但是會不會最後就會讓他決定的 不是3.6% 最後到多少 4.8% 所以各位參加考試的經紀人 可以多留意一下 時事最近的這個時事 我剛剛講了兩點 好 我們接下來 這裡面就要配罰者 前年的考題就是考這個租賃案件 中介業成交注定案件跟預售物的案件 尤其預售案件佔的比重非常的重 所以中介業的這個處罰 但是在那一次的修法 110年修法把它降低下來 他說你沒有申報登錄資訊 我現在講下方的 下方的是業的責任 一定是29 對不對 小1為申報登錄資訊 或價格或面積不實 來看罰多少錢 對不對 1萬多少 5萬 還一樣是5倍數 但是他跟之前我們講什麼 6萬30萬跟3萬4萬不一樣 他比較輕 這是那時候修法修最輕 所以一修法馬上考 然後有一個更輕 也就是說剛剛面積 你有去申報登錄資訊 可是面積跟什麼租金 有不實的狀況 他不會馬上把 來發現限期改正 有沒有看到 借期未改正才會怎樣 來6000 6000成5多少 3萬 這一樣29 所以我們這一條要24之一 配29條一起來看 看下一頁 我們心中有心再打一下 那個小2打兩個心 你沒有發覺政府最近就是放眼 劍拔 這三年來 色向 預售 所以呢 色向預售 在我們經濟業管理條例 第24條之一的第二項 跟 平均定權條例的47條 對不對 預售的一些相關 包含紅 紅單的管制 收受定金或類似定金明目的費用 那也是一個主題 所以今年萬一經濟沒考的話 看來那4747-1 47-2 47-3 47-4 那一個平均定權 新制 在座各位要特別留意了 好不好 好 我們接下來看到我們經濟裡面的這個 這個代銷 受到啟造人或建築業的這個委託代銷 這個預售屋的時候 來 在哪些時候 1 簽訂 2 變更或3 什麼中指 他要做 第一個動作要做 1 備查 有沒有看到 他要把相關契約書件 要做備查 分號 框起來 並 這個是框起來 所以前段前段在講要做備查 後段在講簽訂買賣契約書 這個買賣契約書是 預售的買賣契約書 直至三日內要做申報登錄資訊 寫得很單純 但是我們把後面的法則都附在下面 這是那個110年的考試題目 那你萬一沒有申報登錄 或申報登錄價格 我那天還有特別跟你講過 那個很有可能選擇題會考 經兩次處罰後 這個條例現在最重的 除了刑事法以下最重的變成什麼 不是3萬15萬 變10倍 多少 框起來幾萬 30萬 最高到多少 100萬 的法緩 這一題 今年會考 會考 沒有在 升任題也必然在選 我升任題我拆在 拆在土地法 土地法 升任題拆在土地法的機率非常高 因為像我們從今年的代書考試 就可以放眼到今年經紀人就是說 你可以知道他會不會出新的 他這個二分之一會出新的 升任題二分之一會出新的 升任題才兩題對不對 那代書是四題 所以那個可以很明顯看到這幾年的這個 所謂的趨勢 我們接下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是沒有做什麼 被查 第一點 或你規避妨礙拒絕 或 那個是另外24條之後我們還沒有交 都是3萬幾萬 15萬 所以這邊寫了兩個代銷的一個叫做什麼 沒有做被查跟什麼 拒絕調查 是3萬幾萬 15萬 當然後面他是會寫說有些是限期改正 戒期未改正 我有特別跟你們提醒這一段 會暗刺法 好 那下面那個是那個第三個那個是 等於是在租令那邊 重複寫了 我就覺得那個可以不用寫 竟然已經在隔壁的那個什麼 隔壁的那個仲介業的這個業務責任裡面的罰則 已經出現了那個就不用特別再去讀他了 好我們接下來看24條之2的這個下面的這個 個人的這個所謂的隱私的保護 現在啊 現在讀的這個等於是賺了平均地權條例47條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只保障什麼 現在只保障除 化現除涉及個人資料外 你知道早期的把歸在24條之一 或平均地權條例47條或 地正式26條之一 26條之一 26條之一已經刪除掉了 他已經不適用了 現在沒有地正式沒有責任了 在法規裡面不是他的責任 以前有區段化跟什麼 去識別化 那現在他就是告訴你這段話說 除涉及個人資料外 得而提供什麼查詢 所以甚至溯及到那個我們現在的案件 已經溯及到那個以前民國100年民國100年 他當初曾經用的區段化跟什麼 去識別化的方式 什麼叫區段化 那些不重要了 因為他已經開始沒有這種文字 區段化就是以一定號碼為區間 如果有中進就知道 早期是50號 後來變成什麼 30號為區間 去識別化就是告訴你 通通看不到 那現在你看得到什麼 揭露這個標的 所以門牌跟地號是什麼 完整揭露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 那我個人的看法 以上個人的評論 我認為房價的元凶裡面 實價單路也是元凶 你表面上認為他透明 但事實上裡面太多造假 再來的話很多的消費者 也誤把他在實際往上走的話 大家再追價 對不對 我個人認為到底是樓地板還是天花板 消費者也搞不清楚 可是往往大家仲介 或消費者人云亦云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樓地板 所以只往上加 但不一樣 有很多是往下掉才對 所以我不認為實價單路是一個非常好 它搞不好是一個助長房價的元凶 但是你們生活問題千萬不能這樣寫 除非你們就寫碩士論的可以這樣寫 可是生活問題你可以好好去研究 它的各種的價格的道理 好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個課稅的什麼 依據 他這邊寫了兩段 但我也看看就好 他說在相關的配套設施 發現完全建立 來發現完全立法 有沒有看到這八個字 有沒有看到 完全建立並什麼完成立法 實得作為磕稅什麼 依據 最後就是這個查核權 這查核權打星星 我覺得現在的這個部分 它很多法律都在講查核 甚至事後都還講到檢舉有沒有 像那個平均地點心智有一個叫檢舉獎金制度 那我國未來我跟你講 這個半年來到一年多來 以後一定會亂象 一定會有這個稅務上面的一些檢舉 因為你有考地政事的話 就可以知道 稅源規定法四九條之一在講說 你也可以檢舉逃漏稅 那現在針對不動產部分 你也可以檢舉它不法的行為 無論是銷售買賣或申報登錄資訊 這個值得注意 那我在講 除了檢舉獎金制度以外 就是這個查核權 那查核權我們先畫兩個單位 一個叫做地方的 一個叫什麼中央的 有沒有看到直轄縣市政府 我們先圈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第二行末端 有一個叫中央主管機關 它區隔是不是兩樣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了要查詢申報 可以向一交易相對的 哪些一二 經濟業 這是經濟業官的條例 要求查詢取悅 文件或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要查核這個價格不實 還可以向三 三叫相關機關 得相相關機關 或來框起來什麼 金融機構 我今天教你們這樣被 也有助於你們的這個 土地法你知道嗎 平均地權的四七條 多了那個什麼 地震市 所以我們這邊背了四個 平均地權再多一個什麼 地震市 地震市 因為它是買賣案件 平權四七代謝買賣案件 對不對 後面聽不到 我怎麼覺得今天的麥克風比較小 是我今天肺炎量不好 好實際要登錄講到這邊 那我剛剛已經把法則一併交了 下面它這個看到它的查核的這個位定 大七是不是打一顆星 109年的 揚近幾年的升任禮第二題 對不對 書面主義跟公平原則 因為你們明明有講到雙方代理的禁止 所以這個剛好因為它是透過什麼 專業專技的人員來幫他服務 所以他 他竟然是可以同時接受雙方 可是來框起來 書面 有沒有找到書面 仲介業務 皆經雙方當事人用書面的同意 得同時接受他的委託 並按照下面 我下面的這個這個六個 我基本上我認為是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 對有關於公平原則 對這個當事人的保護 念一次 我在黑板上寫了七個字 一 架 二 說 三 三隻 四 俠癡的俠 俠 再來什麼 檢查的檢 再來什麼 其他 今天認識了兩個字 今天先認識其他 其他蠻重要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國考在寫生論題的時候 那個其他這兩字要特別記得 搞不好 你們考上是因為其他這兩字考上的 好 一二三四五寫的有模有樣 後面寫其他 搞不好他這如果是六個 一個得三分的話 那也三分 對不對 各個法律好好去看稅法 看經濟 看 尤其我們待會看到什麼 公平 小寶 公寓 都一樣 來 我們接下來看到 所以 價你會想到什麼 價格 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交易的 來話長一點 交易價格 說呢 契約 契約規範的說明 我那天不是有講到 前天不是有講到要考說明書的音記載跟什麼 不得記載 然後我有特別講說上一月 六月十幾號的時候在住宅租賃有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 我們待會再講七月書的時候再來 你們再補進去好不好 我認為考的機率到高 從以前一到九現在變成十個 不可以不讓人家租金補貼 我有特別強調 叫你們回去要先 瀏覽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記得 價說 再來什麼 資 資 什麼 不動很必要什麼 資訊 所以他前面兩個都說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 那接下來 這個三四五都在講那個 相對人就是買售人或什麼 承租人 有沒有買售人承租人必要什麼 資訊 然後再來什麼 俠 你因為你專業因查知的什麼 俠持 協助他做必要的什麼 檢查 其他誰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買賣或租賃當事人什麼 保護 所以他這邊通常寫當事人 當事人 有些在講第一二跟六都在講雙方的當事人 三四五都在講什麼 相對人 加什麼買售人或什麼 乘租人 乘租人 來在K版上面 那個七個字在列是 依 駕 說 知 俠 減 跟其他什麼 保護 都是在講公平原則 契約的什麼人 當事人 當事人 因為不只 這才是相對的 這才是當事人 這是相對的 好不好 好 109年 很多人都沒有去寫罰則 那違反 剛剛那個就已經看到 違反 那個這個 24條之二的話是 3萬幾萬 15萬 經他限期改正 戒期未有改正 有沒有寫到 看到病 暗刺連續什麼 處罰 這是109年第二題 那我看有很多的版本 那個 那個處罰規定沒寫 遺憾 這樣子會 你要拿 這6點來拿25分 剛剛才講 那個其他這兩次 搞不好就佔了什麼 3分 對不對 那再加上罰則 你29條沒有寫 所以這是24條之一加多少 29 來發現 保密 25條 那個陰圈起來 因業務 因業務持有 知悉或什麼 持有 知悉或持有 因圈起來 因業務的 知悉或持有 不得無故什麼 洩漏 這是人嘛 人的處罰滿輕的嘛 來看一下是不是 申戒而已 我們接下來看第9點 一顆星對不對 損害培養責任 來我先跟各位講 他的寫法裡面 這個就是寫 第一個在寫所謂的業 業的契約不理行 你們會那個 民法老師會教你們的契約的相關 二在寫 第二項在寫 人員的侵權行為 所以呢 人員侵權行為 因為我們那天不是交八九嗎 八跟九不是在講營業什麼 保證金 有印象嗎 營業保證金嘛 所以營業保證金這邊就出現一個調處的規定 所以第三項那個 瓜號大三旁邊幫我寫調處 第四項就 就是那個營保基金那個叫做 動資跟補足 還記得嗎 我們那時候營保基金不是有寫什麼 設置啊 專戶儲存啊 有印象嗎 管理啊 運用啊 有沒有 動資啊 補足啊 返還嗎 那時候寫好多喔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26條 營業保證金專門設置的目的 我昨天剛好跟他見面 昨天跟他見面 因為昨天在屏東啊 昨天在屏東 省聯會改選 我動算啦 我是裡面的這個裡面的理監事團隊 剛好跟這個以前我的學生見面了 他現在就是這個中華民國銀保基金的這個主委 OK OK 來我們先回到前葉來 前葉 一樣看音嘛 規則於誰的事由